我們怎麼會有發明出 阿姐這樣的食物 只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我媽媽看過有一個阿伯 在做豆腐裡面包 就是類似有東西就對了 然後我媽覺得 這個概念還不錯 她就把它塞冬粉 因為要用蒸的 所以我們就用冬粉 然後因為我爸是外甥人 他自己在調製他那個辣椒醬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絕配 就真的是不小心 弄出來的阿姨 最近是滿滿醬汁的香味耶 對 其實就很多人 像我還幫你加一瓢 有些客人加到四 五瓢 還有加七瓢的 吃到我快翻臉 他也快翻臉了 實在呼呼成本 我們真正淡水人的雞中 他其實是一道家常菜 像是父母親煮雞湯煎蓮藕湯 排骨湯的時候 它是一個配料 加在湯裡面一起享用的 你以為魚丸只能煮湯嗎 那又錯了 老淡水人會告訴你 魚丸還可以切成片狀 爆香炒任何的青菜 都是最美味的 又提升鮮度的另外一道佳肴 魚丸的吃法 乾式 湯式 兩香儀 但是講到淡水 你一定也會想到魚酥 這魚酥的發明 居然是跟魚貨量有關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淡水以前有一句電語叫做 拿給刷告文化 拿給刷告文化的意思就是說 連野狗都不想再吃了 連狗都不要 原來是因為捕到了太多魚 不想浪費的情況之下 就將魚打成漿 切成條狀後油炸 這樣就變成了又香又脆 又富含鈣質的魚酥 成了最佳伴手禮 在求新求變之下 更開始有了新吃法 魚酥彈化身醬 鹹甜鹹甜的吃法非常特別 真的是凍出新滋味 那個鹹甜啊鹹甜的感覺 而且你們的魚酥是熱的耶 沒錯 我們本身做魚酥做了幾十年 那其實我們一定會試吃 那魚酥在什麼時候最好吃 其實就是剛起鍋的時候 它的溫度還沒有完全冷卻 有一點溫溫熱熱的時候 醬汁是最好吃的 所以電視機前的你學到了嗎 買回家的魚酥 可以用烤箱烤過 別有一番風味唷 台灣第一座飛機場在哪裡 我知道 松山機場 那第二座 第二座應該就是 桃園 高雄 對 那不然呢 其實第二座要選的就是我們 現在要看的這地方 第二座在淡水 怎麼可能 天啊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淡水竟然有全台灣 第二座的國際機場耶 而且還是水上機場 地點就是在現在的 淡水捷運站出口邊 一九四一年機場正式完工 每兩個禮拜 就有民航機 往返恆兵津淡水到曼谷 遊客是要乘著哮船接駁 才能上下飛機 但是日本戰敗後 就由國軍接管啦 九五一年鬧 呢 二次 第二座 二次 二次 二次